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于去年因违反这些制裁而受到刑事指控 消息人士称 这名前FBI特工于2018年退休 他前几日前往了斯里兰卡旅行 随后于周六下午抵达肯尼迪机场被捕 据司法部称 麦格尼格尔曾在FBI调查俄罗斯寡头 据称他们与奥列格合作 同意在2021年的调查中避开了奥列格的产业以换取报酬 这名特工还被指控通过空壳公司收款并伪造签名 除了违反制裁的指控外 他还面临洗钱指控 四项罪名中的每一项都可以判处他20年监禁 波兰方面在今天表示 随着其西方盟友向基辅提供更强大的军事装备之后 他们也会对柏林方面施压 希望德国能够将暴式坦克派往乌克兰 至今为止德国队是否批准向乌克兰派遣坦克犹豫不决 但波兰官员表示 本周日德国外交部长安纳莱纳贝尔伯克透露 柏林不会阻止向波兰提供暴凉主战坦克 而波兰也可以通过这种方法 变相向乌克兰运送坦克 波兰总理马特乌什莫拉维茨基没有具体说明 何时向德国提出请求 他说波兰正在建立一个国家联盟 准备向乌克兰派遣暴凉主战坦克 一名阿肯瑟州男子在1月6日国会事件当天 与暴徒一起进入国会大厦 并被拍到在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办公桌前闲逛 今天他被判犯8项联邦罪行 此人现年62岁 名叫理查德巴内特 Richard Bigel Barnett 在离开办公室前 给佩洛西留下了一条书面信息 在华盛顿地方法院的陪审团宣读裁决时 他冷漠的作者 经过9天的庭审证词和法律辩论 陪审团于今天早上开始审议 并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内 就针对巴内特的所有八项罪名 做出有罪判决 其中包括四项重罪 他面临的最严重指控是妨碍官方政府程序 最高可判处20年监禁 但法院使用的量刑指南 可能会帮助他获得更短的刑期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今天对北约的扩张提出严重质疑 本周末 瑞典当局允许示威活动 在安全部队的保护下 与土耳其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外举行 抗议人士还在大使馆外烧毁了古兰京 这让埃尔多安感到格外愤怒 此前他警告过瑞典不要指望 在反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活动下 还能加入北约 因此埃尔多安也在今天表示 很明显那些允许在我们大使馆前 发生这种卑鄙行为的人 不能再指望我们对他们加入北约的申请 给予任何帮助